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叫Sutara Pia Khan 中文名叫欧阳思美 我来自泰国曼谷 我在中国十年了 现在我在云南财经大学国语学院担任太语外教 我现在负责关于国际商务这块工作 我愿意为了中泰友谊做出自己的贡献 Kopika 你好,欧阳思美老师 你好,包雷 这是你来云南财经大学教授泰语的第六个年头了 怎么样?还开心吗? 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开心 我觉得是老师 在泰国那边是非常荣幸 非常尊重 每个学生都是尊重老师 所以呢,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当大学老师 现在在云南财经大学学习太语的同学还是挺多的 比较多 现在我们的学校比较重视小育种这个方面 因为现在我们的政策有的是小育种 接上我们财经之类 这个是我们的学校的特色 除了语言之外还接上我们的财经 国际商务之貌 目前是200个学生在学习太语 包括专业和非专业 他们都是非常喜欢这门课 毕业了之后就做关于是进口外貌这些的方便 我们云南和泰国离得很近 接上我们现在有高铁了 去比较方便 所以呢,有交往比较多 语言也非常重要 每个人都很看重 所以每个人都越来越学习小语种 特别是太语 学习小语种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用一种什么样更好的办法 去帮助他们学习太语呢? 语言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种我们交流的工具 首先呢,我们要把环境给它 语言的方面必须要把环境放外在这个地方 多用听说读写 那边的语言语法 还要跟他们交流多多互动 然后还有接上我们的泰国的文化 只是学习语言不懂文化也是有一点障碍 所以呢,除了语言听说读写 还有给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泰国文化 和那边的风俗 比如说今天有泰国的节日 我就说泰国服装来 然后给他们看 还有其他的节日 泰国的水灯节 送干节等等 还接上做泰国 美食给他们拼茶 语言要尽量说 因为环境非常重要 我还要让他们多用泰语交流 生活中的交流 因为语言的话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高通 高通的话我们必须要说 敢开口 我发现我们学习语言 每个人第一次都不敢开口 但是如果敢开口了之后 我们就会越写 越好 越敢 越说 我看你今天穿这身服饰特别漂亮 是泰国的服饰是吧 这个是泰国的服饰 但是呢 我们泰国的服饰就像我们百祖这边 对 我就感觉哈 这个服饰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歹装很像 对 是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文化 它有相近的一部分 是的 除了我们的服装文化的之外 还有语言 我有一个学生知识也是带祖那边 他说大部分的他的带祖话就像我们泰国那边 所以我们的学生带祖那边是写的太语非常快 听说在工作之余 你还做了很多和中泰文化交流活动有关的一些工作 是吗 是的 例如南博会 高校这些的合作 南博会就是关于交往 关于旅游这些的方面 还有我们高校教育这些的合作 当翻译者 还有是参与这些的活动 现在我发现中泰这些的合作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频繁了 所以我非常荣幸能当参与者和见证者 疫情之后应该好几年没有回泰国了吧 是的 想不想家 非常想家 但是呢 第一是我这边也有接人了 在这里 第二是我们这边是有很多泰国商厅 所以可以随时可以吃泰国菜 每次的来这里就像这样的 打算是等到放假 我就安排要回去那边 看就是爸爸妈妈 在云南除了工作 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的爱好就是旅游 有中文句话说得非常好 读万卷出 行万里路 除了工作之外 我还要到去走走看 走看我们中国各个都当的地方 比较特色 云南说实话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很喜欢这里 整年前我来云南的感觉到是说是比较温暖 因为是什么呢 美在眼里面 乐在心里面 这个是我感受到 因为人民很热情 每个人都是很友善 非常喜欢这里 我最喜欢好几个地方 我们云南的特色 杰鲁 大理 丽江 杏伊拉等等 我去到每个地方都有 让我切到很多的东西 除了语言之外 然后还有知道他那边的风俗 我发现我们云南人真的是很善良 云南山很美 水美 人更美 每次在云南都让我感受到像街一样的温暖 对 我们云南现在还有一句话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是 所以希望你未来在云南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 嗯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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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